那么,在进行最后碰撞之前,各位所在神界的所有神底就都需要躲入神界中枢,受到神界中枢的庇护才行了,唐三追问了一句,夜阴竹道,正是如此。这样才能尽可能保证大家的安全。唐三脸上流露出一抹苦笑,道,那么,我们恐怕不能按照原计划将神界的神力开放给定神阵了。 此言一出,六大神王脸色都是微微一变,海龙赤道,你要反悔。你可知道,能让你们进来,我们也同样可以把你们赶出去。唐三抬了抬手中的海神三叉几,先帝听我说完,并非是我们不愿意释放神力,而是按照你们这个计划的话,我们就不能释放太多的神力补充到定神阵之中。 正像你先前所说,在碰撞之前,所有神底都要躲入神界中枢之中。那么,以各位现在所在神界的情况,神界中枢是足以容纳所有神底的吧? 海龙点了点头,那是当然。唐三道,但是,对我们斗罗神界来说,如果将神界强度降低到和你们同层次的存在,那么,我们的神界中枢就无法容纳所有神底了。 这是最大的问题。试想,各位也不可能放弃你们神界的任何一位神底,对我们斗罗神界来说,也是一样。 最后这句话唐三说得斩钉截铁。 长弓威道,这么说来,贵神界无论是神底数量还是强度,都要远超我们了。 唐三看了长弓威一眼,如果按照眼前的情况来看,不敢说远超,但至少不是和诸位神界同等强度的神界中枢能够容纳的数量。 狂神雷祥终于开口,淡淡地道,如果让你们的神底,分散到我们的各个神界之中呢? 大家一起来承担这份压力。 唐三毫不犹豫地断然拒绝,这不可能。 第一,我没办法完全相信诸位,在关键时刻会否舍弃我们的神底,同时,各位真的就能完全相信我们的神底吗? 恐怕很难吧。 大家都是一个层次的,我们也没什么可绕圈子的。 如果换了是你们,你们会愿意这么做吗? 雷祥沉默了。 确实,如果换了是他们,同样也不可能这么做。 在先前的灾难中,在来到这里之前,他们六大神界都有所损伤,他们眼看着身边的神底,朋友,甚至是亲人在时空乱流中消融。 对于唐三的这份坚持自然也能有所理解。 先帝海龙冷笑一声,道,这么看来,你们似乎并不适合在我们定神阵之中。 唐三摆了摆手,道,我觉得不如这样,让我们仔细思考一下,应该如何更好地去做,把计划重新完善。 我们的神界既然是最大,在整个计划中,我们自然也愿意付出的最多。 但是,必须要保证我们的神底安全。 光明神王长弓威看向天地天恒,道,天地,是否可以重新计算? 天恒道,理论上是可以的。 从整体神力来看,多一个神界,我们的成功几率会更高。 但是,在碰撞的那一瞬间,如果有一个神界的强度和其他神界不一样,就有几种情况会出现。 第一,主导权必须要在这个强度最高的神界之上。 第二,就算最终成功了,当一个新的神界被创造出来之后,也自然会有一个新的神界核心,远远比我们任何一个神界核心更加强大的存在。 而这个神界核心的主导权,就无法再分散,而是会集中于最强的那个神界手中。 从某种意义上来说,那个神王将具备对于所有神界生杀与夺的权利。 听他这么一说,众位神王的脸色就都变得难看起来。 到了他们这个层次,谁也不愿意被他人生杀与夺。 更何况是眼前这个刚刚到来的外来者。 唐三也是眉头微醋,因为如果换了是他,面对这样的情况也一样很难接受。 而这对于斗罗神界来说,就将是眼前最大的问题所在了。 如果不被接纳,就算个体来说,斗罗神界最强,可同时面对六个神界也没有任何胜算的可能。 众位神王都陷入了短暂的沉默之中,每个人脑海中都在高速地计算着。 事关重大,生死存亡。 对于斗罗神界来说,最好的消息莫过于眼前的定神阵是靠谱的,而且也确实是有能够脱离的方法。 可是,如何在不影响自身利益的前提下融入到这个集团之中,却是唐三现在要面临的最大挑战。 终于,还是长弓威开口了,这位光明神王陈寅道, 海神,这样的情况对于我们大家来说确实是有些尴尬的,相信你也能明白我们的难处,换了你在我们的位置也一样难以抉择。 既然如此,我们不如先向前走一步。 说到这里,他转向另外五位神王,在斗罗神界到来之前,我们已经做好了准备,要进行一场公平竞争,以确立在接下来的脱离行动中谁来作为总指挥。 这个人需要公正无私,也需要有最强的实力。 这场竞争,我们不会因为海神的到来而停止,那么,不如就邀请海神和我们一起参与进来。 我们一起来竞争,然后再说其他。 但我们也有个要求,希望斗罗神界能够在这段时间内,分阶段地释放一些神力补充到定神阵之中,帮我们一起稳固定神阵。 唐三不动声色地道,那这个竞争结束之后呢? 又该如何处理,释放神力就会削弱斗罗神界,他必须要问清楚。 长弓威臣声道,如果唐三雄能够获得最终胜利,那么,我们或许可以考虑以斗罗神界为主导进行脱离行动。 但是,必须要请海神保证,在完成脱离之后,开放新的神界中枢,大家共同来掌管新神界。 不行,我不同意,狂神雷祥骤然说道,强盛的气势也随之从身上迸发而出。 长弓,这不可能。 我们怎么能将生杀与夺的权利交给一个新来者呢? 无论他表面看上去如何,这都关系到我们诸位神界的安危。 这绝对不行。 先帝雷祥随之附和道,我也不同意。 这风险太大了。 而且,他凭什么来作为这个主导? 夜阴烛眉头微醋,是不是有什么折衷的办法呢? 死神阿呆一直没有开口,只是静静地聆听着,他的眼神也依旧处于半呆质的状态,仿佛是在神有外物一般。 天地天恒沉生道,竞争是需要的,但最后的获胜者权利如何,还需要进一步地商量。 唐家三少,祝,感谢。